日和牧师在上星期及今星期主日信息提到 按照现今神对石安教会的超现印证 例如 众多4794拉线的印证 黄道十二宫和天上众星 玫瑰圆计划 万物定理派 九二三信仰巅峰 百里行之星星图 各个古文明建筑 大城市规划 Fremason图画和诗篇一篇对一连的印证 足以证明 石安教会就是神在最末日之所揀选的唯一辛苦 以及被提后以铁杖核管列国的男孩子 并且 圣经和众先之所预言 世界末后最大的復兴 就是以赛亚书六十章和下盖书二章所记载 普世君王和元首都回来到神的家朝拜 并带着不生的珍宝和财富献上成为礼物 戒时 神的家就会拥有历史上前所未有 后无来者最大的荣耀和权柄 并拥有极庞大的财富 甚至被所罗门王所作的时候跟荣耀 但是 日和牧师提醒各位石安教会的肢体 既然这个复兴已被神印证 必定会发生在石安教会身上 他们应该以什么心态 预备迎接这个将要来到事务前例的大复兴呢? 最重要的是 逢止自己因所得到的荣耀和富足而骄傲跌倒 旧约的苏罗王就是一个很好的反面教材 神父照他作以色列王的时候 他亦是一个卑微的普通人 当神恩高他拥有神的权柄 能力和皇位之后 他却自高自大 变得极之骄傲专横 目中无人 连先知和神的命令都不放弃眼内 所以 神就另外兴起大位去取代素罗 但是素罗却完全不知悔改 甚至要失去神恩高的大位 完全不将神的旨意和恩高放弃眼内 因此神让素罗被邪灵赴身 最后因战败自杀而失去永生 日和牧师以素罗王的反面教材提醒各位弟兄姐妹 现今神对石安教会众多极超然的共同信息印证 表明了什么意思呢 这个表明了 将来这个事务前例的大復兴 必然会临到我们石安教会身上 但是我们有没有在属灵上 心态上和欲身上 预备好这个大復兴临到呢 如果有一天 你既拥有世上亿万人事务的石安教会会员身份 更突然拥有千百亿财产 有几十位工人任你差遣 可以成为众多大企业的董事 连君王元首和政要都要等候你的指示 来带领自己的国家和城市 你又是否预备好能够做好这个角色呢 当现实如童话 甚至如神话般发生 你是否能变成一位世人推送的明智智者 那时候人人都会因为你拥有神的智慧 策略和德行 而被震撼和感化信主 还是你会被明理冲分头脑 终日只顾鞋合换落 方任无盗 成为终人拖马的捕法户 因为实现正义令神蒙羞呢 当然 如果这个是神以阿里夫塔夫创始成中所预定的最后大復兴 神不会让这些事发生 令復兴失败收场 所以 神与之任何人将会在这个復兴跌倒 令这个復兴失败的话 神必定会在復兴前 预先拿开这些败类 不会容赦他们破坏神的计划 即使你自问 不会在这个巨大的祝福和復兴中犯罪 或成为敌基督 但是你又能否跟上復兴最前哨的步伐 成为身负困体的一员 成为神家中的五尘职事 甚至成为仕途呢 既然你无法跟上日华牧师和石安教会一众优质属力领袖 无法不断成长 使自己成为合资格的身负 只能够有限度成长至某个程度就停止 或只是原地踏步的话 这样 你就只能够成为同女华奔载 亲手放弃了人类历史最珍贵和最荣耀的身负位分 然而我们可以从圣经中主耶稣分享的十个同女比喻 找到得着恩高的端倪 因为在大福庆里面 你能够成为什么位分 并不是取决于你拥有多少金钱或财能 而是神在你身上恩高的多寡 就如十个同女比喻里面 五个聪明同女 和另外五个愚绝同女的最大和最明显的分别 就是聪明的 每愚先预备好足够的油去点灯 愚绝的 却没有预备足够的油 所以 他们两者最大的差别 就是油的分量 即是恩高的分量 以往的信息里面 日华牧师已多次提到 当你参与一间有神恩高的教会 只代表你已经找到得恩高的地方 并不代表你已经自动得到恩高 因为 恩高是要借着你有份参与 协助受高者完成神的时代计划 成为神时代计划的助力 而不是阻力 神才会将用了完成神时代计划的必要恩高 加在你身上 令你同样拥有这份恩高 能够与受高者同心完成神的时代计划 但是 假如你的生命中并没有结出圣灵果子 相反 只是以人血气的力量 希望参与神的时代计划 其实是不可能的事 因为人类用血气的力量来所谓侍奉神 只会帮倒忙 带来破坏和分裂 所以 五个聪明的同女 不单是用他们的时间 心力 才能和体能 协助受高者而买油 最重要的是 在过程中 他们有没有以正确的态度 保持好的性格和品德 结出好性格的宿命果子 才可以得到恩高 这个就是神恩高一个人的保险师 没有结出好果子的人 即使做再多的工作都是枉然 因为神所着眼的 只有圣灵的果子 假如我们想得到更多的油 就一定要结出更多的圣灵果子 拥有更多圣灵优美的性格 如果我们没有这些圣灵的果子 圣灵的性格 因高是不会留下 亦不会随我们的侍奉和付出而增加 因为因高增加与否 只会与圣灵果子的多少成正比 我们从十童女的比喻 已经可以见到 神对身负及真正童女的要求 那五个没有预备足够油的童女 是因为他们身上 没有结出足够的圣灵果子和性格 令更多的恩高在他们身上涌流 这个就是借着结出圣灵的果子 而得着更多恩高的秘密 我们从这个方向 就可以看见身负应有的性格 如瓦哥记载 身负的圆中 溅满了各样最优质的果子和香料 代表身负内心 溅满了圣灵的果子 拥有最优美的品格和优质 唯有以性格为先的态度 才会令我们为神的国付出的一切努力 变得有真正价值 同女和身负之间的最大差别 在于辛苦是以对神的爱成为原动力 推动自己不断成长和突破 努力不斜地视伴和跟从神 排除万难和不怕各种迫白 仍愿意自发地跟从神到底 无论神往哪里去 他们都愿意不计代价地跟从 同女却对神有所保留 不能够直接走在神时代计划的最前哨 他们只是因为有幸跟从辛苦 而成为同女只是跟从人 并非真正跟从神 他们无办法成为辛苦的原因 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成长设下了限制 只愿意成长和跟从到某个指定程度 就不愿意再前进 例如 成为某个角色或领袖的位置 已经心满意足 停滞不前 想停下来享受自己以往所结的果子 不愿意再为神突破自己的软弱 成为更完美的辛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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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